大家爭鋒秀 來到星期日 又是說這個飲飲食食 今個星期Ben繼續很勤力 其實Ben真的很棒 他吃了很多飯 真的要來吃東西 每天都要吃三餐一 他本身喜歡吃東西 加上他知道星期六要做這個節目 他很勤力 吃也不肥 他肥了很多 我比剛進來的時候起碼肥了10磅 那時候剛剛被人炒 那時候沒提到你的傷心事 雖然真的被人炒了 沒什麼心事 現在開心很多 性毅 有猜就是去吃 有猜就是去吃 你今個星期介紹些什麼給我們吃 今個星期挺有趣的 平時就 你每次都說有趣的 我是不太多吃 但那天被我發現了這間店 他有一件我很喜歡吃 首先講一下我怎樣發現 前幾天我約了一個朋友去大角咀飲茶 大角咀 其實那間茶也沒口好吃 他唯一的優勢就是便宜 那些茶匙也不知道 沒有那麼貴 那個地區的食物是便宜的 即不是集團式的酒樓 應該不是 應該不是集團式 但也是大酒樓 但你知道 一分錢一分貨 你給了8、2、3個人去喝茶 即使你吃到幾飽也好 那些質素 不用我多說 大家都想到會是怎樣 即是那些很厚皮的蝦餃 沒有叉燒 沒有叉燒 那為什麼你要介紹他們 我不是介紹他們 你只是路過 我吃完那頓食物之後 我本來就約了別人在另一個地區 但中間還有幾個小時 又不知道做什麼好 於是乎到處走 你知道天時暑熱 在旺角太子真的沒有什麼地方走 走商場 但商場又多人 共一下共去這個 我很久沒有搭觸過的花園街 真的 我想我也大大話說 有十幾二十年沒有走過花園街 十幾二十年 我真的有 現在花園街都沒有走很多 因為我很多朋友說 有很多有趣的東西賣 很多那些 例如你在網上看到的東西 那裡有賣 其實我那天為什麼會走進花園街呢 其實我想賣東西 我想賣肉簾 我打算花園街會有 誰不知讓我走運整條花園街 已經沒有了 已經沒有了 都沒有得賣 以前也有兩三間 家庭用品店那些就有了 不是 那些雜貨店就有了 不是 雜貨店 正常是那些有 對 但我發覺是沒有的 最多是花園街 就是馬路那裡會有些水果檔 有很多水果檔 另外兩邊的店舖大部分都是賣衣服 但我那天下去是挺開心的 因為三點多鐘 你知道天時暑熱嘛 又放暑假了 花園街有很多 短褲仔 有很多賣女裝的 那些熱褲背心 就像莊斯文昨天那一身造型 周圍都是 我每一步都要拍幾十首張 好精彩 你站在那裡看檔 你站在那裡看檔 你幫忙叫買吧 你拍手張 雖然我是四打八 不只是二打六 我是四打八 但也有人認得 這個就是四打八 如果站在街上看 是幾樣的 即是假裝看東西 順便看看東西 走走走走走 我看到那間店舖 門口很多人在 但它不是賣衣服 它是賣食品 是不是兩邊都是食店 不是不是 其中一段路是車仔麵 魚蛋那些 我不是說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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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說比較接近旺角 不是一條行人天橋 比較近那邊的 其中一個店 是店 這間叫奇脆餅家 是 很可愛的 叫奇脆餅家 很有趣的 它的名字挺奇怪的 奇脆餅家 其實它是買傳統的 中式餅店 中式餅店 有鋼醋餅 是不是皮蛋酥那些 沒錯 它是一盤一盤 那些梯盤很大盤 買了不同類型的東西 其中一邊有牛耳 脆麻花 很久沒有吃 雞仔餅 它製作的一定是老師傅 有很多師傅製作的 那些雞仔餅是斷根性的 一盤這樣 不過雞仔餅很牛 一盤的雞仔餅 一包斷代稱 另外脆麻花 牛耳 我真的很久沒吃過 真的很久沒吃過 如果你們想吃這些 你會在哪裏買 但我發現 一說起這些店舖 我當時灣仔街市的店舖 買這些店舖 當然沒有了 我最想吃的是什麼 香蕉糕 我就是想說香蕉糕 現在是沒有地方可以吃 以前在超級市場裡還有賣 有時候真的很想吃 雖然難吃 你也算是可以吃到 雖然難吃 但你也算是可以吃到 你只是沒有 現在你問我想吃香蕉糕 我真的不知道在哪裏買 北河街近巴穴街 有一間新金漢 也是很好吃的 同類型 同類型 如果你想吃香蕉糕 這個奇趣餅家 我覺得可以推介給你 為什麼呢 我發現那些人買的 多數都是買香蕉糕 一大梯盤 它不是只有一層 它很多層 全部都是一條條的香蕉糕 它有價錢 我不記得 待會再看照片 你買多少條 便宜一點 我見到那些人去 都是幾條幾條幾條買的 全部主打香蕉糕 香蕉糕 另外它還有一件事主打 就是燒餅 燒餅我很喜歡吃 燒餅我沒有什麼 有些芝麻灑在上面 裡面是不是有肉 沒有肉 是素的 是素的 他們賣兩種 一種就是沒有餡的 就這樣燒餅 另一種就是紅豆燒餅 我最喜歡吃紅豆燒餅 紅豆燒餅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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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為什麼喜歡吃燒餅呢 原因就是 因為我媽媽喜歡吃煙煙韌韌 湯圓其實是 剛剛上法 但是唯獨是燒餅 紅豆燒餅 我是完全接受到的 他也有燒餅韌的 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接受到 他這種味道 你上海人不喜歡吃燒餅韌的 你也吃一些湯圓的 不行 我喜歡吃湯圓 我不喜歡 你想想他上海人不喜歡吃燒餅韌 上海年糕也是燒餅韌 上海年糕我可以的 我可以 所有東西都燒餅韌 但是湯圓我就接受不到 不過 那些酒釀丸尖也是燒餅韌 湯圓我是不行的 我不是那麼喜歡吃的 但是燒餅我可以 這一間奇翠餅加他的燒餅 我讚他的地方 就是他咬下去 他有一點點黏牙 就是你咬下去 抹大口那一下 再打算再咬 他有一點點黏牙再反彈 不會黏牙再反彈 吃燒餅的時候 很多時候燒餅的皮 那種糯米皮 就放在牙縫 而他這一隻 他有個黏牙的感覺 但他又不會放在牙縫 還有我覺得他那個皮 和餡的比例做得不錯 剛剛好的 這個我非常推薦 至於香蕉糕 我聽到有一個客人去買的時候 他就問你那些香蕉糕有沒有豬油 真的這樣問 有豬油的 他們沒有 沒有豬油 因為如果吃素不吃豬油 所以如果喜歡吃香蕉糕的 江美儀小姐可以拿去試試試 我真的要去試試 你買回來給我 下次再問 你叫江美儀洛菲花完蛋 他那些東西不能等 我小樂 他那些東西不能等 你星期五、星期六可以吃的 或星期六可以吃的 最好就是新鮮吃 另外他還有很多有趣的東西 譬如傳統的蛋糕 蛋糕仔很大蛋糕 大蛋糕 好甜的蛋糕 他也有光蘇餅 好久沒吃了 大還是小的 有大有小 小好 大小也有 大太過大舊了 大可以慢慢撕 你以為你網上的頸子不便宜 你們想吃一輩子嗎 還有合圖酥 我又喜歡吃皮蛋酥 皮蛋酥都有 我喜歡吃皮蛋酥 另外大家可以上去我們的Facebook專頁 但它貴不貴 價錢我想知道 不貴 我單買一個紅豆燒餅都是四元一個 好像買四五個便宜一點 其實就不便宜 不便宜 但現在一般都要這樣說 其實都不便宜 你去麵包店買 不要吃的燒餅都要三四元一個 所以我覺得是可以的 另外就是 我有供進去 我說不好意思 我是這個數碼電台大家珍風騷的主持 拿著這張工作證 走進去 我說可不可以和你們聊幾句話 他有個應該就是 那間店鋪其中一個 我不知道他是老實還是什麼 因為他是年輕人 二十多歲 在裡面不停搓麵粉 兩隻手全部都是麵粉 衝出來跟我聊 我阻礙你兩分鐘時間 問他一些資料 問他店鋪的歷史 他在那裡開了超過二十五年 即是說不久 都不少時間 二十五年 另外我說 你那些東西是不是真的沒有下豬油 他說 有下豬油的 就是必須要先下 如果沒有必要下 例如像香蕉糕 或者燒餅這些 根本他不需要有豬油成分 他們就不會下 因為其實下了就會比較香 對 下了就會比較香 確實是 然後他說 每天 前面就是店鋪賣物 後面就是工場 每天新鮮即製 分時段 這個時間會出爐什麼 這個時間會出爐什麼 剛剛我去的時段 出爐江蘇餅 很棒 所以一堆在這裏 熱辣辣的江蘇餅我還沒吃過 我也沒吃過 剛剛出爐 很可愛的 另外你看到一張照片 他放了幾盆餅 開著風扇 很可愛 剛剛出爐為什麼要吹 小文 小文知道 你講 讓皮脆一點 跟雞蛋仔的做法 沒錯 所以大家如果想嘗嘗傳統特色的中國餅店 可以去一下花園街 夏天有很多東西看 一邊吃燒餅一邊看 你說多開心 好啦 雖然我這段時間很忙 但我人是很壞的 越是忙就越是想吃東西 當然正常 而且永遠都是心裡想吃什麼 在上課堂就想去哪裡玩 不是 我是馬上去做 太辛苦 當你外景很辛苦 或者現在要接廠 那你中間一段時間 如果你沒東西吃 譬如我突然很想吃叉燒飯 我一定要去吃一碗叉燒飯 我才能回到下一個房間 否則我個人很疲憂 我覺得自己個人怎麼這麼淒涼 我也會 怎麼這麼淒涼 話說我這段時間 通告比較忙一點 我突然拍拍下一天 我就跟自己說 我突然很想吃日本的東西 不行 我怎樣也要先吃雞泡魚乾 因為我很喜歡吃雞泡魚乾 我最近才知道 在將軍澳 有一間新的酒店 有一間日本菜非常有名 相信大家都知道 首先先開一點話題 大家有沒有聽過 杜谷這間日本餐廳 有聽過 在四季酒店裡 非常有名 也不知道拿過米子連什麼 我也去吃過 它是一間很流行的日本餐廳 即是很 modern 挺好吃的 當然價錢也不便宜 接著我聽我朋友說 原來將軍澳現在開一間新的日本餐廳 叫道 道谷 它叫道谷 有 是它的 subsidiary 它就在將軍澳開了 在哪裏 在將軍澳哪裏 將軍澳有兩間新的酒店 其中一間酒店是二樓 對 我當然要回廠 吃完就回去 我和助手兩個人 我怕很多人 幫我訂位 訂位 其實也不是太多人 只是OK的 雖然那天星期五晚 你講完可能有很多人 可能會 很常常去找到將軍澳 因為我朋友去到將軍澳 首先不是太多人知道那間酒店在哪裏 剛才說完都不知道 我以為中國只有一間酒店 現在你說兩間 兩間是拼在一起的 其實是在Porkorn樓上 Porkorn樓其實有兩間酒店 兩間酒店 說真的他們兩間酒店的餐廳 我都試過幾間 是真的不錯的 是一個不乎好的選擇 為什麼說這間日本餐廳 因為這間日本餐廳 它的價錢當然是比較便宜 它本來叫道谷 這間叫做道字 那一晚我們倆吃魚生 我想說魚生新鮮這些 不需要說 因為一定是新鮮的 我問一個侍應 我跟他說 你們最有名的是什麼 他說我們外面是燒魚 我說燒魚 他說我們真的很有名 燒什麼魚 你幫我做一條魚 它是大魚還是小魚 這麼大魚 好像是鱗魚 大概八吋十吋 那條魚不便宜 不要說價錢 最重要是好吃 首先是等 等它燒 我一坐下 我記得我們約8點 我差不多等到9點生才來 那條燒魚 那條燒魚 嘩 搞了那麼久 我問他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從生開始燒 燒到熟 其實我已經吃完 我已經吃了壽司 魚生 鮭脯魚缸 烏冬 我已經吃了很多東西 我已經叫了 而且我不是很趕時間 好吧我等 我真的想告訴大家 值得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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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那麼久乾了 我最初也是這樣想 我也覺得會乾了 我最初是這樣想 但不是 一定不會 它就是奇奇 再來一條魚 是完全焦都不焦 它是鹽燒 它是剛剛好 噩噩脆 然後它全部汁都不得了 最後我差不多 連頭都吃了我們兩個 哇 一夾下去 魚肉是嫩滑 裡面有濕潤的 嘩好吃到不得了 你有沒有拍照 我沒有拍照 幸好你沒有拍照 為什麼 現在太吸引了 看到真的想打你 我現在看不到吃 看到想打你 我吃的時候 我就很享受那個時刻 忘記拍照 不要緊 我一定會再去 我再去拍照給大家看 那間店真的不錯 當然價錢其實是不便宜的 不過 比起杜菊便宜很多 應該這樣說 應該這樣說 可以接受 所以應該去試一下 你可以去試一下 記住 將軍我說 兩間酒店其中一間的二樓 大家進奉書 美食團 好了 繼續美食團 輪到小文 小文你為什麼要吃東西回來 在荃灣 路德維 話說我原本都想要吃泰國菜 誰知道那間泰國菜排長龍 在荃灣有一間泰國菜很出名 你知道嗎 那間很出名 在哪裏 在路德維裏面 即是路德維裏面 你原本想要吃泰國菜 誰知道很多人 結果我朋友說 不行 我今天一定要吃雞 好像你這樣 一定要吃那個東西 心滿意足 結果我們周圍看 有一間叫金雞的海南雞 金雞 那間金雞在哪裏呢 就是在恆生銀行斜對面 進去之後 我看餐牌 其實一拿餐牌出來 我覺得奇怪 為什麼只有三樣東西 整間餐廳只有三樣東西 我想問哪三樣東西 一個就是海南雞 一個就是魚香蒸肉餅 另外一個就是滷水圓蹄 滷水圓蹄 那你一定要先點雞飯 其實我原本只是叫一個套餐 只有海南雞和圓蹄 湯飯 有圓蹄 然後吃完之後 咦 太好了 真的很好吃 滑滑得不得了 而且真的很香 但你說海南雞和滷水圓蹄 其實就像泰國菜 但它不是泰國菜 它不是泰國菜 整件事不是泰國菜 那一刻很有趣 然後我就忍不住 就問老闆 為什麼你這麼沙坡 整間餐廳只有三樣東西賣 那麼夠膽 然後他就說 專心一點 他說如果做那麼多散修修 我根本不夠人手 他說現在人工很貴 結果他的雞口味在哪裡 他說得來是中間 我自己覺得中間那層肥膏 那層擠你 那層擠你 他就沒有什麼 但是那個雞的香味 是令到你一吃下去 嘩 又嫩又淡 還有他的處理 我裝進去 還有他的湯 先把雞拿走 不要拆開我 因為那個湯 你好跳 我現在跳到鍋了 一、兩隻雞 你給我那碗湯 然後突然響起原體 那個雞的做法 他真的有泰國人的風範 就是全部去骨 不要你吃到骨 因為泰國人是懶 不喜歡咬骨 泰式沒有骨 海南雞 是很噁心的 然後聽他做的方法 他是特意選一些走地雞 他現在沒有了 自己養的 他跟農場談 很多食肆都是這樣 要生病 譬如有一個農場 很少 但很多人都是這樣做 譬如翠華也是 他們都有一個農場 拿去雞蛋 拿去雞 他每天只賣一百份 這樣就沒有了 因為他雞只有這麼多 你就是這麼多 然後他的原題 原題是怎樣 雞你還沒趕完湯 雞 對不起 你不要跳 冷靜一點 不要跳來跳去 雞就是這樣去處理 他回來之後 蒸完之後 再用湯去熬 熬完差不多 他說下午六點開店 可能上午十一點 就開始做雞 然後飯 跟外面的油飯很不同 外面的油飯可能真的油膩 但那隻是爽的 米的問題 米的問題 他不肯說米 他當然不肯說米 是米的問題 然後湯 湯很濃味 我記得是微豆湯 但有什麼內容 他也是秘密 當然不會說 說了給你 開了間 在對面頂死他 不是 我聽他說西貢有一間分店 再說他的滷水原題 那隻豬腳 不是我們本地買的 他也是要在外國訂回來 加拿大訂回來 訂回來之後 因為始終是雪的東西 他就說要用五小時去幫他飛水 飛了五小時才慢慢再醃 你吃進去的時候 那個原題 入口就融了 那個味道真的會流到在牙齒甲當中 然後最好吃的 竟然是魚香煎肉餅 煎的 煎的 一開始我以為他拿出來 很好送飯 我以為他拿出來是豬扒 豬扒嗎 像豬扒 像豬扒 是煎的 但一吃進去 裡面的肉 是很有肉汁 還有那種鹹魚味 是很香濃 我平時吃的那種 可能是很少的鹹魚味 但是一下子吃完後 那種鹹魚味 再很有 butt 真實 我就想想要帶來 整間隔壁都能做三件事 海南雞飯 kä骨餅 還有豬 체 價錢方面 我三個人去吃 十五十九塊 十五十九 十兩塊 所有的食物都吃完 兩個人 有剩餘的 送飯真的很棒 我發現很多專門吃海南雞飯的店舖 都只是主供海南雞 因為其實做海南雞的程序很糟糕 顧得來就顧不到其他人 譬如以前在勝利道有一間店舖 他只做海南雞飯 但不知為何師傅離開 就不太好吃了 師傅一離開 其實對間店舖是很大型的 以前很好吃的 現在都很差 在九龍城也很好吃 拍檔也很好吃 在九龍城也是專門做海南雞飯 這間叫金雞的老闆叫金高 所以叫金雞 他告訴我 他們最花時間做的反而不是這個 是海南雞的醬汁 為何醬汁是三種味道 因為最主要是中間的 黑油 橙色的醬汁 薑蓉 海南雞是由中國傳去馬來西亞 所以先吃薑蓉 再吃黑油 再吃泰式醬汁 就是這樣的食法 但不知為何我只喜歡吃薑蓉 我只喜歡吃黑油 你不喜歡吃黑油 我喜歡吃橙色的那個 這點是代表三個國家不同的文化 但我喜歡薑蓉 不是多激毛 是不激毛 所以不是激毛 是不可以的 是不可以的 我只看過有很多東西 不是有一個是這樣的 這也可以試試金雞 這三樣東西 我們去荃灣 荃灣有什麼圍話 露得圍 露得圍 嗯 嗯嗯